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我是怡婷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面是台湾人最爱的主食之一 近年来全民健康饮食的意识提升 现在就有食品大厂吹出的面体 是全台首位全品项 获得了国际认证最高等级的 百分之百无添加的肯定 不以食品添加物改变食材的口感 吃起来更是Q滑带劲 让消费者吃得美味又安心 面条如天女三花般优雅地散开 水煮开面下去大概煮五到八分钟 软Q水个人的口味去调整时间 选择自己喜欢的配料 放入肉片大量酥菜 在家店泡菜提味 烫头瞬间变成红彤彤一片 等到沸腾后捞起撒上葱花 Q滑带劲的好面还带有浓浓面香 最近这几年有关COVID-19疫情的影响 所以也造成消费的在所谓的一个 消费习惯来讲一些做一些改变 在家烹调的面食就变得很重要 热腾腾的汤面喷煮快速又方便 煮出来的面条十分有嚼劲 口感也非常爽滑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吃的好满足 而好吃的秘诀就在于不简单的技术 松软的面团经由不断搅拌醒面 再通过复合压炎的方式 让这款面生产出来后口感特别Q弹 它是获得这个百分之一百 无添加的一个验证 所以顾名思义它跟我们一般的面条 就有很大的一个区隔 所以它的原物料就很单纯 就是水 面粉跟盐巴而已 原理来讲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 大尼准脉 百分之百 澳洲进口的黄金小麦 那黄金小麦来讲的话 因为它本身具有 蛋白质高的特性 以及精度越强 所以让这个面条制作完成之后 它会Q化带进 这些产品里面有一个案面 它是用了小麦 百分之四十五的 我们叫粉心粉 它是制作的 所以它制作出来的一个产品 就更具有一些特性 所以我们叫做 降性度聚的一个面条 我们透过九段式的压岩 要塑造这个面条本身的可塑性 以及Q进 我们的压岩工法 是指用现代的设备跟技术 去模拟 以前老师傅手工的 搓揉捏紧 拉甩扯头弹 这种手工的字面工法 都尽量要让面做到像手工的面一样的品质 可以让它达到Q滑带进的口感 透过关键技术的突破 在主面市场上更显产品的差异化 即使百分之百无添加 也能维持面条的Q弹度 生产制程中还特别引进日式山木式干燥熟成功法 在干燥的过程 主要会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地形的阶段 就是要让面条快速的 把它的形状固定下来 让它面条是一直的 也不会弯弯曲曲的 然后第二段是 利用一个缓慢的稳定的速率去脱水 然后第三段就是让面条缓而平衡 我们采用的是自然山木 跟我们目前的一些科技的结合 保持它的稳定的湿度跟温度 然后让它在整个经过8.5小时的 三段式的一个 一个慢速干燥的熟成的过程当中 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效果 三百六十度全景山木干燥室 整个制程仅有多道工序 也淬炼出多种不同的面体 整个品牌公司的发展来讲的话 做有关面食的部分 大概也超过五十年以上 那在整个一个 我们的产品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对消费者的需求 这个部分一直非常非常关注 从吃得饱 吃得好 吃得精致到吃得健康 这几个阶段 其实它都是一层一层的扩散 跟外部的面条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第一个它是百分之百五添加 第二个它应该算是 慢工出细活的一个面条产品 坚持打造百分之百五添加面条 让大人小孩都能吃得更加安心 也让这款面条获得了国际认证 成为台湾之光 它是2022年之后 它是全亚太 也是台湾首家 也是到目前为止 也是唯一一家获得AA Green Label 百分之百五添加的一个 产品 那这个验证的标准是跟欧盟同步 也就是说在验证的过程当中 它分成四个等级 一个是一星 二星 三星 到最高等级的百分之百分添加 全新的产品融获此 最高等级验证品牌 Clean Label其实顾名思义它的Clean 就是希望在产品的成分里面 越简单越好 我们的Clean Label的验证 它等于是说帮消费者把关 也辅导厂商去排除食品中 多余的不必要的食品添加物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首创 因为如果说以台湾的食药署 794项允用食品添加物 如果说这个产品 这个面条它都没有添加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 很难得的一个制程跟做法 就是这样的好面才能呈现出 最简单纯粹的滋味 只要煮熟搭配蔬菜或肉类食材 再调味以及喷嚷说话上 花蝶巧思就能成为让人食指大动的 面类料理 不是像这款面线 拿来做成两面清凉又消暑 搭配自制的胡麻辣味增酱 夏天吃起来清爽又开胃 也让这款在各大量份超市 都看得到的面条 更具销售竞争力 从2001年开始 到目前经过20几年 其实它都有稳定的成长 目前来讲 它累计的销售的一个包数 大概超过1.5%以上 所以我们的消费者 如果说在市场上 去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辨识到说 这个产品的正面 它有一个clean label的一个标杖 是5%添加的一个产品 华顺带进的一个好面 以台湾生产销售全球 作为未来品牌展望 简单的面条 能煮出各种百变诱人的料理 透过严格的国际认证 也让消费者吃得更加美味安心